到底地球的前景是悲观或者是乐观 德国气候研究权威 宣胡博认为情况可能会更糟 他认为到了本世纪末 全球均温会上升到 涉事四度这是大胆预测 或者是起来有字呢 气候变迁问题影响人类居住环境 195个国家致力在大会结束前 共同签署一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协议 德国气候研究博士宣胡博认为 全球温度上升问题不容忽视 如果世界会温度四度 长期间我们可能会有10m的温度 如果世界会温度八至十度 如果我们烧到所有核心油 它会有50m 这会认为全球线 我们现在都会逃避 宣胡博博是希望 巴黎气候变迁会议结束时 可以出现最好的结果 否则世界将会出现另一波的灾难 暖化现象将导致人类失去可居住的地方 而气候系统的变化才是真正影响人类存亡的关键 带新闻彭起名皇车封林志勇 法国巴黎采访报道